主席 是不是有請行政院的秘書長 請簡秘書長 秘書長我想先請教一下 就是說現行的行政院自動安全匯報 原來底下有一個技術服務中心 所以您剛剛一直在提到 這個技術服務中心就是轉型為行政法人的資安科技 對 它用委外的 之前技術服務中心底下 它是不是委託的執行單位 是財團法人支撤會底下的一個叫做 資安科技研究所 對 沒有錯 那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那在資安科技中心掛牌 現在已經成立 那要機箱進行掛牌 那相關的這些100個人 你說現行有100個人嗎 對 它這個人員 100個左右 它的人員是來自於技術服務中心 還是大部分來自於 資撤會的資安科技研究所 沒有 資安中心 你說資安匯報底下的技術服務中心 技術服務中心 對 不包括這個資撤會的 資安科技研究所的人員 是這樣嗎 對 對 好 來 我來請 好 沒關係 直接回答 蕭主任 報告委員 我們90年成立資安匯報的時候 因為需要一個技術幕僚 所以我們成立一個技術中心 但是行政部門的擴邊 您知道是非常困難 所以是用計畫的方式委託 資撤會來執行 那它是放在下面 資安所的下面 有一個專責的單位來處理我們相關工作 那我們稱之為技術中心 以上說明 那你這樣講我的理解 是不是這樣對你說看 就是說 技術服務中心底下是根本沒有人 那全部是委外有資撤會的這一個資安所 是這樣嗎 有人 但這些人是 大概幾位 名義上是資撤會僱用 但是專責執行我們的工作 那從早期的30人逐漸增加 目前有115位 所以所有技術服務中心的人員 其實都是資撤會所聘用的人員 透過他們聘用 但是專責處理我們的工作 好 那個秘書長我再問一下 您剛剛一直提到說要行政法人化 它有它的便利 那我請問你 這個資安科技中心 它行政法人化最重要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最重要 要行政法人化 行政法人化最重要我剛剛有提到就是 它用用人 用人不應該用 政府機關不應該用委辦的方式來處理 好 事實上我也在清查 這個行政院各委外的這個 現在非常非常嚴重 各部分 但我現在問一下就是說 行政法人化 行政法人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行政法人它是介於政府跟民間之間 它有公權力的行使 但是它在用人 它在這個用人方面 沒有政府機關的僵化 沒有政府機關的僵化 你一直在提到用人的方便 對 所以等於是要把 你等於是把這種 委外的這種 不正常的現象 把它就地 把它合法化 如果依照這個行政法人的 法人法的第二條的第二項 是 當然行政法人它主要還是要執行 特定公共事務 對 那它執行的特定公事 它符合下列的規定 第一個就是說具有專業需求 或是需要強化成本效益跟經營效能 第二個是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 也不適合由民間辦理 第三個是所設的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的 那你認為啊 現行的資安科技中心 它行政法人化最重要的理由是符合下列 有符合下列特定公共事務的一個規範嗎 它符合哪一個規範 第二條 第二條的第二項 第一個專業嘛 然後呢 專業 因為這些技術服務人員都是來自專業 如果政府機關要用 哪一個行政部門不需要專業啊 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告訴我 它除了專業有需求以外 還有哪一個部分 工權力的行使 這一個 資安科技中心 以後要不要 要強化成本效益跟經營效能 要啊 要 要 所以呢 它要做一個經營績效的一個評估 我看了一下你們有一個評鑑辦法 對 那 那 那你認為它是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 也不宜交由民間辦理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交由政府機關推動 就要納入政府的正式編制 所以還是在為了用人方便 政府 政府納入編制 用人僵化啦 用人僵化 你用了以後你就趕不走 所以講來講去就是用人僵化的問題 沒有第二個就是要有專業 那專業我剛剛已經講了 那現在哪個政府機關不需要專業的 經濟部不需要專業 財政部不需要專業 如果照你講 講來講 聽得出來就是兩個 一個你認為有它的專業 第二個用人方便嘛 但是我看不出來行政法人化裡面 所謂的執行公共事務要符合的規定裡面 有所謂的用人方便這個概念存在 那我再進一步問 按照現在 按照現在資安中心 這一個設置條例 他的第三條要業務的範圍如下 第一個 他要負責整個規劃跟推動政府機關 資通安全的防護機制 對 他必須要支援具有特殊敏感性的 政府機構的資通安全防護工作 沒有錯 他還要規劃跟支援國家關鍵基礎建設的 所有的資通安全防護 沒有錯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請問一下 你們單純的以說他簽有一個保密的切結書 然後呢 設立了一個限制說 他在退職後的一年內 不得任之於 跟這個技術服務中心業務性質相同 或類似的入資或入資的投資事業 那但是呢 根據行政法人法的規定 以及設置條例相關規定 他們是不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 他們也不具有公務人員的身份 他們跟這個資安科技中心是以一種契約規範的方式 我不曉得是一年一聘還是兩年一聘還是三年一聘 他聘完之後 你們現在規劃說 他 第一個 他不可以到入資或入資的投資事業 如果他去了 但他跟你是契約一年一聘嘛 或者兩年一聘嘛 那你們規範他違反的效果是什麼 這方面請 這能不能請教一下 因為我看不出你們的報告裡面有提出 他所謂相關違反的效果是什麼 他是一個跟你們約聘 不是約聘喔 這是在一個行政法人之下 用契約定的一個 並不具有公務人員身份的一個民間人士 每個機關都有資安的問題 所以 將來他除了防護工作以外 相關的機關有需要資源 都會有他們的出現 但是你剛剛問了一個問題 我倒是覺得蠻那個 因為我沒有看到企業 我不清楚 我請那個董事長 我現在質疑的 我現在質疑的秘書長 秘書長 行政機關要慎重一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對公務員 賺到公務員的服務法 任用法 因為他是一個具有身份保障 同時對他的權利 要求相對高嘛 對不對 你現在剛剛中心的業務範圍 是如此的敏感 如此的跟我們的整個資安 涉及到國安 這樣子的一種層級 這麼敏感性的一些業務嘛 你現在用不具有公務人員身份 你用契約為之嘛 你現在單純的告訴我說 他就說他一年內就不可以去嘛 那不可以去了之後 他去了之後怎麼辦呢 去把他抓回來嘛 這樣齁 他這個是有規定的 我請董事長來說明好不好 是 因為就根據條例第十九條的第三項 有一個條文 他說 本中心涉及國家機密人員 應依國家安全設命人員 管制之相關規定辦理 所以他的很多這方面的規定 都適用在這些人的身上 董事長 你不要跟我繞圈圈 你說他要求要這樣嘛 那你們也已經依照合約要求 他一年內不可以去了嘛 這個我們大家都聽得懂嘛 我現在問你他已經 他是一個跟你依照合約 一年一聘兩年一聘 那麼他離開了之後嘛 那麼他就是一個民間人士嘛 他也不具有公務人員的身份嘛 那你們只是在合約中明定 他不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那他如果真的做了 那你們要怎麼樣子來防堵 對 如果是相關的安全的法令 有規定 哪一個說違法的上來 我問一下 什麼叫違法 違哪個法 他是這樣啦 如果按照企業 違哪個法 我這樣說明 我這樣補充 也就是因為他應依國家安全設命人員 管制相關規定 那這些規定裡面 如果他的法令效果是如何 他同樣會發生在他們身上 他按照國家機密保護法 他會對於涉及涉及的相關機密 他當然有規範嘛 對 這個規範不是只有規範 政府機關的人員 也包括所有的人民嘛 那你這個是用刑法來處置嘛 對 我現在單純的問你 他離職後不可以去入資嘛 對 你們規範他不可以 他去了怎麼辦啊 就是一年之內他不能去啦 其實就是看看他是不是違反企業 我每次質詢都很想要齁 心平氣和 對 就能不能繞圈間 我現在問說他違反了怎麼辦啊 秘書長 剛剛 剛剛這個 所以我這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跟他企業訂定一年 這個期限 要不要再檢討 即使這個 他不管是跟你訂一年兩年嘛 你現在規範就是說 你現在你要知道 你要抓到他洩密 這是何等的困難啊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當然一般都是用說 那你就不可以 這叫做禁業禁止也好 或者是說更進一步的是說 你根本為了國家安全的 這一個考量 你不可以去到達那一個企業去認職嘛 我們就要求他不可以去 同樣業務性質的入資嘛 或入資投資的事業嘛 我現在的問題是他 他是一個民間人士嘛 你跟他契約訂定 他去了以後你要怎樣呢 他你還沒有抓到他有什麼洩密啊 他也不會讓你抓到他洩密啊 他也不會讓你抓到他洩密啊 沒有錯沒有 他的秘密放在他的腦子裡面嘛 這個 這個 我想這樣子 因為企業沒有看到 我是同意你這個觀點 就是說 將來在企業方面 怎麼樣防堵 讓他一年 或兩年 或者根本就不可以去 在企業裡面來規範好不好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 你們現在已經行政法人化 條例也通過了 你們現在即將要掛牌 你們現在又說 原來的這個支撤會的相關人員 都全部要把它轉任過來 對不對 相關大概都是這樣子 那你們原來用委外的方式 希望把它行政法人化 你們希望說 行政法人化了 大概呢 相對來講 比原來的委外要稍微好一點 管理也比較嚴格一點 我的答案是 不夠啦 你們的委外本來就是錯的 你們現在就是說 涉及相關這些國家機密 業務的一些承辦 他的整個做安全防護的 一個設計的人員 你們要到達 以國安的層級來對待這些人 就好像你要對 國安會相關的人 他涉及的機密 國家機密的層級 同樣來對待這件事情 你們想的只是用人方便 你們想的只是說 我契約用了 我要用多少怎樣的契約 就好 我不需要給他的一個 相對的身份的保障 避免用人的僵化 但相對你要付出的代價 就是你的國安會因此而洩漏 那你如何來防堵 這樣子的情況 你不要告訴我說 你用合約跟他訂定 你就OK了 我問的是 他合約 合約 合約又如何呢 他今天跟你拿10萬塊錢 對岸拿50萬塊錢 一個月聘他 他就去了嘛 我們的國安置於何地 我們的資安的安全置於何地 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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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幾位請回 謝謝顧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 林維州委員發言 時間10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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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